过去一年,其实揽炒派将区议会搞到污烟瘴气,也都将区议会变成一个政治的表演舞台,但是就很忽略民生的工作,正正就是和本身区议会的职能是背道而驰。 走街串巷,拜访林林,慰问摊贩,从2008年担任深水部区议员至今,刘培玉已为深水部民众服务十余仔。 这里的每一条街道,每一家店铺对他来说,早已熟人于心。 在他看来,作为基本法规定之下的地区服务咨询架构,区议会的主要职能就是做好民生工作,而区议员的使命就是为民纾困,让百姓安居乐业。 近年来,越来越多不符合标准的区议员,通过选举制度漏洞进入区议会当中,不仅越全讨论大量非社区政治议题,而且对本应放在首位的民生工作,置若网闻。 上年,其实我们上了一份文件,是要求推动全民普策,就是关系到市民的一个健康,但是他们是全面反对,都是政治凌鸽市民的健康。 很多次都会去拒绝一些分区灭罪委员会的撥款,明显就因为一些个人的情绪,或者是所谓仇警的情绪,令到整个社区上面一些防罪灭罪的讯息,这些的宣传就没有了。 刘佩玉指出,由于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后,新一届区议会被绝大多数的南朝派主导,不断将区议会被绝大多数的南朝派主导, 自己和同事的意见,往往还未提出,就已被反对声音淹没。 刘佩玉坦言,看到如今的区议会偏离了原有的法定职能,部分区议员滥用职权,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,自己既心疾又痛心。 2020年1月,作为召集人之一,刘佩玉牵头成立了议会监察,旨在通过调阅翻查区议会会议记录,项目拨款等文件,监督区议员的言行,将部分区议员,不设区务,滥用公堂等独职行为公之于众。 他坦言,日前特区政府关于区议员宣誓的规定恰逢其时,但对于区议员是否贯彻旅行誓言的监管识别工作,仍需加强。 现在有一些所谓泛民的人都说,或者有个别的议员都,滥炒派都说我会去宣誓,那可能他们其实为粮资,粮是出粮的粮,有些市民都说,为了份工,为了出粮,所以他们会做,但是我们希望政府是有一个切实的监管, 哪些是发假事,哪些是真的为良知,我们真的要透过这个机制,透过一个系统而去识别。 十多年的区议员生涯,刘佩玉历经了四次区议会选举。 2019年的选举中,刘佩玉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,成功保住一席,也成为深水部区该界仅余的两名建制派区议员之一。 她感慨,这次的参选经历,让自己终生难忘,也更坚定了自己为民服务的初心。 以往其实做街站,如果你不认同我们的理念不要紧,那可以就走过了,但是2019年来它是来攻击你,甚至乎是起你底, 我都有试过我的家人的那张照片被贴在隧道那里,我也都很担心我家人的安全, 也有一些同事,她的议员办事处被人破坏很多次,怕不怕呢?都是害怕的, 但是现在回想过来,我们当时都为什么这么坚持是要去出街站, 坚持去参与这场的选举,那我觉得我都是为止一个初冲。 但是没有,你们都没有想过来,我们不要紧张, 那就好了,您可以说,我们就是妈妈妈的朋友, 我们在我们一起去参与这个年轨, 我们的作公司,我们一起去参与一下, 我们在一起去参与我,所以我们一起去参与你,